这真的没有做慢动作的特效 是正常速度播放 湖北居民拍下高铁缓慢行驶的画面 不只有列车误点 高铁也变慢铁 还有高速公路 因为暴雪车辆塞爆 十多个小时无法动弹 吃喝也是问题 感谢当地老百姓 你看他们爱心人士 过来送开水送吃的 因为大雪受困高速公路 有人油箱见底 车子的电力也耗尽 我是从杭州到重庆 游车 我们晚上就是实在做不了了 就打一会空调 甚至有人翻墙去附近的村庄 买泡面 还有湖北仙桃 当地的居民吊挂食物救援 连当地的特产毛嘴乳鸡 都给带来了 买钱不用给 我们村里的群众 自发给高速上的人 送泡面和热水 这里还送了一些 鲜桃特产 暴雪带来的影响有多大 公路旁树木倒的倒 歪的歪 据官方统计 2月3号4号 武汉倒了2000多棵树 出动1万多人次排除 路面湿滑 七七车根本行不通 交通重创 上班时间地铁站全都是人 上不了车 只能在车站等等 要不就是搭上车的 原本7个小时的路程 变成23个小时 得在列车上过夜 不止陆地交通 武汉天河机场跑道 一度关闭 工程师还在停机坪上 清理覆盖在飞机机身上的白雪 确保机械的安全 南昌机场飞机起飞前 出动4辆的除冰车 清扫积雪 由于大陆进入春运的时期 华中雨雪天气 重创陆运空运 造成当地百姓 返乡之路受阻 TVBS新闻 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